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茶经节目 圣言圣宴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原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宋华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 我们透过良友所自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人物 今天我们要查的是 巴兰 旧约里面记载着巴兰的经文 是在民宿记22章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整大段的 或整章的来读 但是我们仍然会透过 所谓的简易的归纳法 就是观察解释 最后再来应用 那么在前面 我们先对这一个人物 稍微有一些介绍 或者就民宿记22章 一整章提到的巴兰 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我们可以知道 他不是神的选民 他不属于 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的人 另外呢 他也不是神所呼召出来的 所谓的旧约的先知群里面的先知 我们知道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 特别是写先知书的先知 或者被神所呼召出来 像以色列民 要传讲神话语的这些先知呢 跟巴兰这个先知 所谓的巴兰是先知 这样子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巴兰 他是通灵的人 或者我们这样讲吧 他是非犹太人当中的 他是可以比较敏锐的 或在灵里面呢 他对于万君之夜话 他有所认识的 当然我们就会问呢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 神怎么要用他呢 我们要了解 神创造了宇宙万有所有的 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 包含非神的选民 那巴兰呢 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 就是要写明 他可以认识神 但是他却不顺服神 反过来呢 造成以色列神的选民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查考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巴兰他本身是为了利益 为了别人给他一些丰厚的礼物 或者甚至给他尊荣 他为了要得到这些物质上面的 他就愿意违背神的心意 他其实他明白耶和华的神的心意 但是呢 他还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为什么 因为有利可图嘛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了 他跟神讲说 你不要我去 我就不去了 但事实上呢 他还是要去 去了以后呢 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人 反而呢 祝福以色列人 当然他的雇主巴勒王是非常不高兴的 那怎么办呢 他最后想出个计谋 让以色列人犯罪 得罪神 那当然被神管教了 这样子就达到了他的雇主巴勒王 对巴兰他的要求 好 那在诊断里面 我们也看到 巴兰是一个为利益而没有原则的 甚至一意孤行的 连驴子都讲话了 他还是要去 因此我们看到 在新约当中有提到他 但是提到的时候 都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好比说在 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 在犹大书的第十一节 启示录的二章十四节 都提到了这个巴兰 都是提醒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借进 好 很快的我们对巴兰有些介绍 那更重要就是 我们对这个人物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体会跟应用呢 来两位同工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从巴兰的故事里面 提醒自己说 要真实的去面对神 面对人 还有面对自己 不可以因为自己的贪心 或是自己想要什么 而这个可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物 然后就像巴兰一样 用那种虚晃的话语啦 或是行为 在耍小花招 其实神都知道的 确实是 好来 宋华呢 我也会觉得说 就是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神就在哪里 就等于好像 他心里面都是财富的时候 他好像就是为了财富 就会背叛神 也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 对 然后我自己也会 有时候会这样子 就是觉得 啊 好像薪水不够啊 然后又 自己先生 收入不稳定 对 收入不稳定 然后自己就会乱想 就会觉得说 啊 我要做些什么 可以让自己的收入增加呢 就是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些不应该的事情 为了钱财 就不专注在神的面前 反而就是当你专心的仰望神 上帝说过的 要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嗯 对啊 所以我常都会要按住自己的那个情绪 然后就是不要想太多 不要觉得怎样 就是专心的真的读神的话语 让自己可以把这个焦点对着神 把焦点是对着神 对 而不是去担心自己现在的环境啊 或怎样的 对 我想我自己也回应一下 因为作为一个服饰的人啊 我们常常有时候有机会被邀请或哪里 那也有人会有一些很礼貌上或客气的 给我们一些谢礼 那我觉得巴兰受到的影响就是 因为别人给他重金礼聘啊 那我们今天服饰的人会不会也会有这样一个倾向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或是一种引诱也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说 去那边服饰有很多的钱可以拿 这个人家不邀请我 我都想办法打电话 你要不要找我啊 那这有点像变巴兰了 对为了利嘛 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来服饰 那有些地方可能比较窘困一点 或者甚至比较辛苦到那边 甚至都还要自己掏腰包去 要不要去服饰呢 巴兰这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挑战跟提醒了 虽然没有像巴兰那么恶劣 还设计谋害别人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已经像巴兰一样 为了利益而忽略的来服饰神 这我们彼此来勉励 希望我们不要被提到的时候 像新约提到巴兰这样有名气 一臭万年 都是一臭万年 都是给人家讲到 那个巴兰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贪财的 是一个不好的人 好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 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顺华 愿神称宁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我的心理